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那么刚才老兵给大家讲了 这个像河马的这个老板 这个阿里的副总裁 在日本东京的这种自卑行为 确实让很多人都很瞧不起 网友也表示很赞同 同样的 现在给大家先介绍个情况 那么就是这个3月16号 韩国总统以希悦 要这个到日本去撑城了 所谓的访问 大家想想看 你现在这么着急去撑城 这真的让我觉得很丢人的 所以说有些民族 有些国家 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们生来就是给人当奴才的 以前中国强大的时候 给中国当朝共国 后来对吧 美国牛逼给美国当卫星国 现在为了迎合美国的这个政策 居然这个把 悬而未决的强征劳工法案 把这么一个劳工赔偿 按照日本的方案去接受 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呢 还要跟美国一起开会 现在呢 在去美国之前 三月十六号要到日本去 撑城去了 我可想而知啊 真的 这种国家真的让人家瞧不起 真的让人瞧不起 以后啊 韩国人在中国人面前 都要给中国人浪道 我说过 大伙儿 看到他们 别正眼瞧他们 别正眼瞧他们 跟他们讲话 就这样眼皮 就放在这个下面 就这样 那么你说这个 还要说到这个日本 寿司恐攻犯落网 恶心阴霾难除 日本餐饮招牌模式现危机 日本爱知县警方八日前 逮捕三名 涉嫌以舔酱油瓶 口水抹寿司 行进恶搞 回转寿司业者的男女 据悉 这很可能是全国性 发生寿司恐攻以来 警方首度逮人 不过 在一项标表卫生的 日本餐饮界 出现如此超级不卫生 恶恶搞事件 回转寿司 这项日本餐饮招牌形势 也遭受明显威胁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今年二日 今年二月 日本网友 封传一段恶心影片 引然众怒 影片中一名男子 用舌头舔着 旋转寿司店内的 公用酱油瓶 还用口水涂抹 转盘上的一叠叠寿司 地点是 大型回转寿司业者 藏寿司 二日之县 明国屋 一处分店 日媒报道 此事发生在2月3日 藏寿司 2月4日报案 嫌犯一共两男一女 分别为21岁男性 19岁男性 15岁女性 三人均无业 警方说 涉案者均已承认犯刑 大家要知道 一段时间以来 像现在 我已经讲过了 很多一些人 包括像河马副总裁 这种东西 天天感觉 日本就是很高档的 大家想想看 在两岸三地 我也说 就是南方市 是这个台湾地区 那么崇拜日本 但是我也没看到 台湾地区 有爆发这种事情 去舔食这种什么 公用的这种酱油瓶 去舔这个 宣传寿司上面 这个寿司 香港也没有人 干得出这个事吧 中国大陆 更是不可能 干出这种事情 所以说 日本人一天往 素质高 素质高 你说你一个 可能是 这小子是恶搞 但是你当时 作案有三个 现在又有示范效应 好几个小子 都是这么干 那你说说看 你日本人 素质高在什么地方 你看看 他们都是20岁 19岁 15岁的小孩 而中国的小孩 中国的初中生 可以上讲台 直接点出来 合合肥的 让那个小孩 去点出来 这个教授 你在这里 胡说八道 学习是为了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学生在上面写了 他就是条狗 就是个走狗 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下一代 在做正确的事情 日本的小孩 在那里干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想想看 谁有未来 谁的孩子有未来 谁的花朵 当然能够盛开 能够绽放 出缤纷色彩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对这种事情 要有信心 这是一个小事 好像听上去 跟军政无关 跟政治无关 但是这恰恰 跟政治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小孩 现在的表现 如果你说 合肥那个孩子是一起 还有之前 我记得是西安那边 也有一个小孩 也因为什么事情 也是在那边 也是就是说 导致有问题 对吧 马上就被网爆 合肥这个小孩 也做正确的事 南京的这个学校 也干正确的事 所以说大家要对 我们的小孩 对我们的下一代 是有信心的 中国现在变得 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 什么是错误的事 而这个 你看这个台湾 我不得不说这个台湾 又是非常令人觉得 恶心的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 说中国校园 告密尘封 教师说真话 被举报 辱骂遭停职 中国南京航天大学教授 陈赛斌日前 教师陈赛斌日前 在课堂上指 普京是贪污犯 北洋时期 中国是最民主的时期 中国若被经济封锁 一大半来会没饭吃 等与被学生举报 流言侮辱后 八日遭校方停止调查 那么 这个 中国 什么叫告密尘封 我真的有点搞不懂 这个东西不是告密尘封 这个东西是事实 它不当言论 台湾难道认为是对的吗 台湾怎么不说 在美国拿枪可以随意的去枪杀这个闯入事宅的人 我说过你在美国生活的人 的中国人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老病来往现在闯进你的家里面 我没有对你采取致命性的攻击的话 你不能够杀掉我的 如果你把我给杀掉了 你也会 你就是犯罪 如果说 这大部分 最好 你没犯罪 你没刑事犯 你不坐牢 判一个过失杀人 你赔这个款 你去赔赔看 赔这些硬邦邦的美元 你去赔赔看 所以千万别 被这种话给忽悠了 很多中国人 不管党次高低 都是他妈的 有这个很大的误区的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有这种情况 千万不能够那样子去搞 那样子去搞 你真的出事 所以说你看 台湾怎么讲的 教师说真话 这叫真话吗 普京是贪污犯 你台湾他妈必去 看到他贪污了 看到他 他这个地方 啊 包括这个教师 你看到他贪污了吗 没看到啊 那不是真的已经说瞎话吗 他贪污你他妈必去 调查了没有 他贪污俄罗斯国家大法官 早就把人家给逮不起来了 贪污不贪污的 你看到人家贪污了 我听见牛逼 这么多是这种吹 真的已经说瞎话 牛逼王 啊 台湾人最爱吹牛逼了 啊 当然要说台湾 台湾还在撒谎 啊 吹牛 骗人 啊 所以说对他们的话 台湾人跟你讲十句话 你要防范十一句 还有一句 在他这个肚子里还没出来 他肚子在骗人 他们就是爱撒谎 啊 不要相信他们 知道吗 现实生活中也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大多数人都在那吹牛逼的 啊 说爱说大话 啊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那么我说过中国是有未来的 对不对 那 我们的未来体现在哪里呢 习近平为何一席一忧 宁德时代全球迅速扩张 获成下一个华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最近在两会期间表示啊 他对中国的动力电池生产宁德时代 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取得第一 宁德时代 习近平担忧或许有些道理 宁德时代向海外市场的迅速扩张 引发不少业界人士和专家的警惕 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毅群 星期一 在政协会议上向习近平报告说 该公司的全球动力电池份额 已经达到37% 连续六年全球第一 习近平回应说 对新兴产业 中国要搞清楚市场和风险 防止一路所向批拟 孤军深入 最终却被人兜了底 全军覆没 习近平还补充说 在人家对我们零和博弈情况下 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上个月 宁德时代与北美汽车巨头福特公司 敲禁协议 将在美国密西根州 设立一个汽车电子生产厂 协议宣布后 每几天彭博士报道 中国将审查协议内容 以希望宁德时代不与福特 分享核心科技 美中目前的紧张 波及到经济领域 北京近年来 加紧对行业巨头的控制 与此同时 华盛顿也在施压 防止中国公司接触 高端芯片和其他半导体产品 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龙头企业 宁德时代也在福特的协议 被放到了聚光灯之下 所以大家要看明白 其实你知道吧 中国我说过 在很多领域 我们都迎头赶上了 华为它有很多的技术 确实很牛逼 这种5G的这种技术 这没得讲的 美国它搞不出来 现在很多欧洲还他妈用3G 甚至有的地方 网络差到只有2G的网络 3G很多 4G是很少见的 而中国你现在动不动 手机打开都是5G 对吧 但有些地方可能是4G 还没覆盖到 所以说 华为这么牛逼 而且华为的手机确实不错 就是说 是 芯片跟操作都是安卓的 芯片也是美国的 但是把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的这个城市 这套算法 这个是 是中国的 确实像华为很牛逼 那美国要把它给灭掉 TikTok 也是异军突起 迅速占领全球市场份额 你看 也是被美国给搞掉 但是现在 我看到了 在这一块 TikTok 它为什么能够牛逼 它确实屌 因为它的算法 它的这个算法屌 所以说你看 包括你看 油管它这个 Shirts 和这个 其他的美国一些 这种短视频的网上 它那个算法 真的就不行 它算法不行 你怎样怎么玩 所以美国现在 你看 为了 让这些公司赚钱 要去打掉TikTok 直接就说TikTok 美国FBI局长就说 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妈的一个 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 然后呢 宁德时代 也是的 中国你看 这个就像那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那个陈赛斌 那个陈志伦说的 说中国再搞电动车都没什么屌用 都干不过特斯拉 但政治情况是这样子的吗 你知道这个比亚迪 抢了特斯拉多少份额 宁德时代的 这个这个 这个电池 那特斯拉也是买购买的 而且就是说不仅是很多的西方的这些传统车企 都会买宁德时代的这种电池 那宁德时代确实蛮屌的 但美国福特马上找到他要去干这个生意 习近平这个话就讲得很清楚了 习近平这个话为什么说防止被别人兜了底 就是你去美国去开场子 中国也要向美国审查这些芯片 跟中国合作的企业一样 审查美国所有的这个技术 有没有转让出去 中国也一样 也要审查你宁德时代 会不会被美国骗了 会不会你自己被骗都不知道 或者是会不会你主动的向他们提供这个技术 国家也要审查了 被兜了底 为什么 全球就是说习总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中国自己很多企业 优秀的企业开始反向的去 在全球去开始牛逼 原来这些事情都不是西方企业来干的吗 现在我们怎么去做了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跟牛逼 我们的下一代会越来越好 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牛逼企业走出世界 做全球的生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投资要谨慎啊 一个是我们的技术知识产权 我们要牢牢控制住 还有一个 习总难道不知道吗 像你们这种这种话就说给你 小米这种傻逼听的 小米到印度去把产业链都给搞过去了 就现在小米 那印度现在现在学会你的产业 学会你的技术 你的组装技术 然后他就说 你他妈逼的逃税了 你偷税 你在这里洗钱 这个钱你不能汇回中国 这个钱我们要给你没收 你厂子我们要要要给你 取缔了 给你接收了 所以说中国 我说过我们这就是在自己这边 搞生产就完就完事了 要么在当地也别是独立的控股 要跟他们去搞他妈合资的 你这样的话才有一个保证 但是你的技术是不能交给他们的 所以我说过中国 不是说中国人 你照道理像林德时代 这些中国的这些科学家 搞电池的 这电池不就等于说是物理吗 对不对 那这些材料还有这个化学 难道我们这些 搞出如此牛逼企业的这些 这些科学家 他们不应该去拿个诺贝尔文学奖 拿个诺贝尔化学奖跟物理学奖吗 你看人家这个诺贝尔会给咱们来 办发这种假象吧 不会啊 人家就是打击你 中国人就是笨蛋 中国人没自己技术 他就是用诺贝尔奖来干这种事情 你看诺贝尔奖 都是控制在北欧这些反航国家手里面的 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 包括我看到也有一个 政协委员还是人他代表在那讲 我们不要在乎什么诺贝尔文学奖 好像你是拿文学奖 你他妈的逼 就是得到西方认可了 给你脑门上盖个章 你认可了 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去拿这些奖呢 所以说老兵给大家举这么几个例子 就是想告诉各位 告诉各位 中国会越来越好 中国的下一代 让我看到了希望 让我感觉到真的是很欣慰的 这些小孩 你对比日本小孩 在那干什么 对不对 韩国的国家领导人 带领了整个韩国向日本人去称臣 纳共 称臣纳共 在这个时代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确实令人觉得非常的扯淡 而且还有习总的 这个教会 教会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好 我是很高兴的 但我也很担忧 会不会被别人给兜底 是不是 尤其是在一些国家 美国跟我们零和博弈之下 对不对 它会使出一切邪恶的方法 那大家想想看 你既然特斯拉搞这个电动车这么牛逼 为什么你还要采购它的呢 你特斯拉这么牛逼 为什么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 你们美国搞不出来 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对不对 你应该美国这么屌 你们有那么多物理学奖得主 跟化学奖得主 你们应该把电池给搞出来嘛 中国什么奖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脑袋上被盖过诺贝尔的章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些技术呢 对不对 你不应该给中国人颁个奖吗 当然了 我们也不稀罕 中国人也不稀罕 谁说西方的标准就是全球标准呢 现在大家要知道 西方抓狂的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标准 现在是他妈的全球标准 这个让他们是无法接受的 中国标准变成全球标准 你说他们抓狂不抓狂 恨不恨 恼不恼 我们啊 会发展的会越来越好 谢谢贵致 谢谢 谢谢